潘如一架機械製造企業成功下線一台超高速全自動化的口罩生產線 每分鐘可以生產1000片醫用口罩 這個速度比得上目前市面上最快的點抄機的速度 日產能最高達到144萬片 金錦文報導 在潘如區輕細機械的無層生產車間 藍白亮色模仿布被涼條以及加闊耳繩在超高速運轉的生產線上一體成型 一片片口罩滑落到透明的包裝袋裏 以上一個是慢動作 機器正常的生產場景是這樣的 再和傳統的口罩生產線對比一下 一分鐘1000片的概念是 所有的材料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上面 頭料進去出來就是一個完整的口罩 輕細機械是華南地區最大規模的 資料庫和衛生根生產線設備製造企業 他們只是用了7天的時間 就成功原製出一條超高速的口罩生產線 我們從10號開始到16號這條設備下線 我24小時我們這條線上一分鐘都沒有少過人 大家第一次覺得家國和人民跟自己這麼近 在市工信局的推動下 市內多家企業協同創新 為輕細機械協調解決轉產所需要的物料供應 和技術支持 高速運轉的機器如果經常要補充物料 這樣就會影響生產速度 這部機器所使用的備量條有兩萬米那麼長 而普通的口罩組所使用的備量條只有兩三千米 我覺得平時市面上的備量條是雜裝的 就是一圈一圈三千米或者兩千米裝的 那麼這麼短的備量條放在機箱上 它一回就用完了 我們這台設備是已經把現在目前 公司幾千萬的訂單全部都毀掉了 就是把上面所有可以用的都已經拆下來 改成這台設備上面試用的東西 目前市工信局和輕細機械整一道整合局方資源 力增在今年三月底 生產首批五條超高速全自動化的口罩生產線 廣州電視記者金錦雯的報答 Vander 換你這麼說 他一定要有任何使用的 那種電視記者金錦雯的 我可以承兌的